本届亚运会个人第三金,孙杨实力年亚日韩对手400次夺冠,2018年雅加达亚运会游泳比赛继续进行,孙杨再夺一金,在男子400米自由泳决赛里,孙杨从200米后开始领先,他不断扩大优势,以3分42秒92获得冠军,孙杨拿到本届亚运会个人第三金,男子400米自由泳决赛的最大看点依旧是孙杨, 他在预赛里游出3分49秒13排名首位,在游泳赛事的前两个比赛日,孙杨分别参加了200次,800次和4乘以200次比赛,尤其是昨天他参加了两项决赛,今天还要有两次400次,他的体能面临严峻考验,孙杨在这个项目的主要竞争对手是日本的交液工界, 交液工界昨天参加了200混合,200节力的争夺,孙杨在第四涌道,交液工界在第五涌道,季辛杰在第六涌道,另一位日本运动员江源骑士在第二涌道,比赛开始后江源骑士游得很快,他在前100米去得领先,孙杨则游得很轻松,紧紧跟随着对手, 在150米转身后,他已慢慢逼近江源骑士,而交液工界则时已被甩开,在200米结束时,孙杨反超升至首位,江源骑士位列第二,250米转身时孙杨继续保持领先,他的成绩稍稍落后给世界记录,接下来的50米,孙杨建立起一个身位的优势,领先第二名江源骑士1.33秒, 300米转身后,孙杨的打腿更为激,即,他在350米时抢先转身,最后50米,孙杨开始发力冲刺,他把其他选手远远甩在身后,他率先出臂,成绩是3分42秒92,孙杨拿到本届亚运会个人第三金,两位日本选手获得2-3名。